1月下旬连日寒流造成新竹县新浦镇离岁开不了花 损失超过了四成 琼林乡也有三成灾损 有的甚至未受粉直接落过 县府就提报天然灾害救助 3月15号前受理申请补贴损失 白色梨花膨胀结果 嫁接离岁上却只剩下两三颗 少了三分之一产量 琼林乡中坑村水梨农 今年花期遇上寒流 未受粉落果损失严重 当你的母树没有开花 你就必须用人工受粉 去买发粉来加喷 喷下去也能够受果 但是你再加上它用附的防水 再加上受粉 这样子下来我们的成本也高多少 很高很高很高 我们嫁接了三次才能够拿到80% 70% 政府是政府 现在政府真的我们不要比比 政府是很好 20%它就开始用不住了 一分六大的果园 因为剧烈天气变化 16年来只有两年没有申请天然灾害救助 也导致全乡只剩中坑村 约一甲多有种植水梨 今年1月下旬 寒流连日清洗 不少离岁都开不了花 县府下乡勘查 提报农业天然灾害救助 包含穹林新浦两乡镇 只要离岁损失率超过两成就能申请 今年因为我们的高阶里的假阶的时候 刚好又遇到寒流 所以就是我们的农损 其实刚刚听到我们的黄先生讲 高达32%的这个农损率 那这几从3月1号开始呢 我们的穹林还有新补的农民 也开始准备好文件去乡镇公所 去做这个申请的这个补助 那黄先生也有讲说 他已经通过了这个农损的补助 那接下来就是要等那个我们的现金的补助 那也谢谢我们的县政府还有乡公所这么的 帮忙我们的农民去 在这个含害的时候呢 让他们的损失可以减少 3月15号前 符合资格的受灾农户 能携带土地所有权和身份证等文件 向乡镇公所以每公顷6.2万元 申请救助补贴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